作曲 李宗盛 這個公立藝術攝影 我們在段午節的時候去關懷一些街友或者一些弱勢族群 也希望說他們在段午節的時候可以 也可以像我們一般人一樣也有做得吃 然後讓他們至少在這一天可以吃到文飽的餐 也希望就是可以關心一下他們 然後讓他們知道就是社會上還有一些人可以 就願意跟他們就多多相處 公益藝術攝影行動招募來自台灣各地的職工 從高中升到社會人士 部分年齡職業一同相應本次行動 職工象徵皆由聚無定所得生活 職工在受結而來的職工上 之下皆由想對社會說的話 或是以旁觀者的角色去告訴社會大眾 該如何對待街友畫文滋味力量 替街友發聲 這個活動我們就還招募了攝影制工 就是連攝影人員他本身都是制工 大概有兩三位 那我們就是讓他們去拍哪一位 有寫這個出版的制工 這些制工我覺得大家都滿有 滿有Sense 當天也沒有不太複雜的溝通 讓大家就是自己開始寫 而且寫完後我覺得真的都很棒 我覺得有些人他雖然長期在關注社會活動 可是其實他可能還是沒有 不太有機會去這麼近跟街友做接觸 班人不會有這樣的機會跟平台 對於許多街友來說 露宿街頭是最不得已的選擇 公益藝術攝影行動 以文字攝影聲援街友 希望改變大家對街友的刻板影像 街友朋友們有時需要的 就是一個關懷與微笑